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不需要 我现在正忙着呢 就这样 储逼 怎么这有态度啊 是他 不是 我说你们俩都多大了 这成天见还说打就打 说闹就闹的 人家不错 你就别不知足了 不至于吧 这么快就亮红灯了 李康 我们是不是最要好的兄弟 这还用啊 那行 我告诉你件事情 但是你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那瓶云南白药 是他给我的 你说什么 那药是他给的 你要是不跟我说 我还被蒙在鼓里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是怎么弄到这瓶药的 他给我吃这种药 它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李康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不会吧 就算我求你了 好吧 喂 谁啊 是我 这么晚了 这都快两点了 我睡不着 我想跟你说会话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好吗 我还要上班呢 就这样啊 拜拜 好的好的 我会配合的 再见 进来 处市长 省你来电话说 省纪委副书记李乾坤 今天下午到 我已经知道了 莫菲 跨山大桥专案组织 结案报告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处市长 李副书记来 怕不会是 专为跨山桥事件吧 正是为这件事啊 省力很重视 所以李副书记 可能在青州 待上一段时间 你做好安排 好的 夏人啊 您的邮包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请吧 老黎 你到清智都两天了 可我就没见你这人影 我哪儿也没去 就在家里待着了 一方面是好好休息休息 另外嘛 陪陪老母亲 我都三个多月没回来了 真是笑死啊 老黎 关于跨山桥事件 我向省委做了详细汇报 并且成立了专案组 只要证据确凿 我们一定严惩不怠 老初啊 据我所知 专案组已经撤销了 目前好像没有人 专门负责这件案子了 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案情比较复杂 我们又公开转为地下 进行秘密调查 由张局长亲自挂帅 好 这样好 这是个牵连很深的案子 认识到它的复杂性 这是对的 黑社会在我们这里盘根错节 有着超乎你想象的 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背景 牵一发动全身 要把它们清理出来 有相当的难度 我想 首先从我们做起 打破一己私情 张局长 我要在青州待一段时间 这个案子我要向你 做进一步的了解 好的 老初啊 我想把办公地点 就设在公安局 咱们以后就多沟通吧 好 怎么救我们两个人 这样不好吗 这样我们可以不受任何干扰 好好聊聊 你今天这个装作很好啊 这才像一个政府官员嘛 哈哈哈哈 你的计划书我看过了 我对你BOT投资方式非常感兴趣 你是怎么想到这种投资方法的 BOT这种投资方式 在国际上 其实已经是一项 非常成熟的运作模式了 我觉得 它非常适合我们这儿的实际情况 我这项计划的要点 就是要改变以往 由政府出资 而成为民间开发经营旅游景点 实际上 国际上惯用的这种BOT模式 也就是说 由政府出让收费权 项目呢 由投资者兴建 在自主经营的过程当中 通过收费等相关效益 获得回报 好 非常好 我很感兴趣 我决定全额投资 你青龙谷旅游计划 包括你计划里那个三个项目 你放心 我给你的不是金钱 更重要的是 对你事业上的负责 李刚啊 我的消息来源是绝对可靠的 你一定要把我查清楚 千万别再糊弄我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他的背景很简单 你等会我给你念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高中学历 在舞蹈学校学习舞蹈 然后分配到了市歌舞团 前年呢 因为市歌舞团不讲戒离职了 现在在一家健美中心担任教练 平时挣点上下班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业余爱好 晚上很少出门 怎么 就这些 你就不能查得再仔细点吗 我都快成你私家侦探了吧 这事本身不归刑警馆的 我这就已经够详细的 再者说了 人家女孩本身挺简单的 李刚啊 你就不能 不行 你自己跟踪去吧 我反正是已经尽力了 那那个药该怎么解释呢 这 这情况我不大清楚 我不便多说 初遍 你们俩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件事我越想越不对 当初他拼命让我吃这种药 可是我那股却上来之后呢 他却一个字的推驼 这反倒让我难以控制了 现在想起来 就是一个阴谋 我想没那么严重吧 不就男女之间那点事吗 用得着用这种手段吗 这事到此为止吧 你们俩好好处 我跟你说啊 这女孩反正给我的感觉是不错 别到时候你们俩分手了 那后悔来不及的可是你 哥 没事吧 我知道 那天事都怪我 可是我真没想到 这么多年了 你这心思还在艾儿姐身上 别说这个 可是哥 这话说回来了 现在这帮兄弟可都真指望你了 自打你进去之后 你看看这帮人 马铭上海南去了 高兴在广东犯身进去了 小冰子 小冰子也让姚淑贵手下给灭了 剩下的 剩下的 基本都成了街头的小会儿了 现在马头上谁是老大 姚淑贵啊 这网不单一手折天的 连江阳的场子都归他了 阿海 如果我现在再挤山头 无论什么原因 你都愿意跟我吗 什么原因 不 哥 你什么意思吧 没事 哥 我愿意 甭管什么原因我都愿意 再说 姚淑贵的手上 还握着咱兄弟好几条命呢 我早想找机会灭了他 你觉得凭咱们现在的能力 灭得了人家吗 哥 只要咱肯干 这天下不迟早是咱们的吗 话虽然这么说 但真要想干 咱们必须得先投在姚淑贵的门下 握心长胆 等咱们起来了 再借力打力 懂吗 阿成 只要能干起来 受点委屈也算不了什么的 我先接个电话 嗯 喂 我是方彪 二十八日晚上 姚淑贵在码头有一笔买卖 你告诉他 弟已经谢了 问你是谁 你就说叫独眼王 这之后我还会再给你一次机会 以便取得他的信任 一切你就按我们安排的计划进行 记住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明白 喂 喂 是储宾吗 我是汤永静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老肖今天刚下飞机 他想请你到家里来吃饭 好不好 我和老肖在家等你 汤总 您这样一来我就跟家不好意思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好好好 一会儿我马上到 好 喂 是颜安 是我 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吃饭好吗 尝尝我的手艺 我爸妈妈说也想回请你一次 带我谢谢他们 但是等一会儿我还有个应酬 实在是没空了 那么就这样吧 哎 我回来了 二小姐回来了 今天请人吃饭呢 爸 婷婷回来了 嗯 今天谁来啊 今天跟你姐相亲 哎 多帮忙 别调料啊 这忙我可帮不了 我姐眼里现在有谁啊 肯定是我妈的馊主意吧 说什么呢 哎 这男的是谁啊 来了就知道了 嗯 到我们家来当姑爷 就得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嘛就是要帅 第二就是要有才 第三 什么 没想好呢 哎 哎 反正就得财色坚受 哎 我妈呢 在楼上打电话呢 哦 哎 听听 跟你姐姐说啊 对人家客气点 啊 我知道 妈 妈 妈 这儿呢 你怎么又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姐肯定不高兴的 你怎么这都不高兴啊 我跟你说啊 这是给你姐找的对象 你可别瞎瞎 我瞎瞎 你送给我我的不要 走 爸 回来了 哎 哎 今天要请客啊 嗯 谁啊 用时髦的词来说 是青州未来的CEO 是以来新书记了 嗨 我是说 请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刘洋博士来吃饭 嗨 我还以为是什么西客呢 不就是以海龟吗 小洋 你怎么说话呢 姐 回来了 怎么样 她什么时候到 马上就到 说是 来谈点什么合作项目 其实还不是冲着肖洋来的 肖洋人家可冲你来的啊 你别冷淡人家 你们怎么用 我不见 姐 肖洋 你也太不像话了吗 我们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再说了 你有接受和不接受人家的权利 人家也有会见你的权利吗 起码要懂得尊重 懂得礼节吗 亏你还是什么公众人物 行了 老肖 肖洋 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你得体谅他 要不然 多让我们操心呢 就是嘛 你管他三七二十一的 你惊个面怎么了 主动权在你自己手上 到时候你说他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不就可以了吗 这丫头 我先上楼换衣 好 来来来来 请 老肖 来了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先生肖大伟 主局长 幸会 幸会 你看 都快成电视明星了 您太夸奖我了 你们这栋别墅的地理位置 在青州市 那可是得天独厚啊 当了一辈子的泥瓦匠 如果不把自己的窝安排好 还不让人笑得要大牙呀 生意人嘛 指的就是广告 我们等于给自己做广告了 我可是听说 青州市有三分之一的房地产 是姓肖的 这可谓三分天下有七一啊 哎呀 你可真高抬我这个泥瓦匠了 好 我去看看饭 你们聊啊 坐坐 妈 电话 我接个电话 你随便这儿去 行 电话呢 怎么给挂了 谁来的电话 这孩子 这孩子 吃饭了 我讨厌你 讨厌我干什么 快出来吃饭了 您好 原来是你啊 是啊 没想到他们把你给起来了 什么 没事没事 这甲钢琴很不错 是你在弹吗 对 你也喜欢弹吗 我不会弹 但是我很喜欢听 希望有机会 能够听到你在弹钢琴 你太客气了 其实我也随便弹 在这儿了 这就是我的大女儿肖阳 小楚 楚局长 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对对对对 今天我们略备饱酒 请你吃顿便饭 便饭 便饭 萧总 您太客气了 在家就别萧总萧总的了 来来 请 来来来 请 来 小楚 请 这婷婷怎么没来 她 她说她不饿 小慧啊 快去喊 不用叫了 我来了 这就是我的小女儿婷婷 这是刘洋回来的楚大哥 快叫啊 我们旅游局的形象代言人 你好啊 大师小姐 希望你以后 能够多多参加 我们组织的宣传活动 小慧 你怎么瓶子没收啊 这丫头就是调皮 真是不懂礼貌 别理她 她爸爸正准备说 给她送到国外去读书呢 美国最好 以后外语方面 多向楚大哥学啊 我她不去 一落 肯定重任职 哦,没有,他是不是开会啊,要不单位有什么事儿? 我现在就在他们单位门口,他不在,你能帮我跟他联系一下吗? 我,好吧,我马上和他联系,有信了,我给你电话。 谢谢你啊。 记者这种职业是很神圣的,在和平年代,我觉得真正的英雄就要算是记者了。 有许多记者为了及时报道和披露事情的真相,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全世界每年都有许多记者因公殉职。 你看,这出去和不出去就是不一样啊。 以后萧阳也可以出去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深造深造,外语可以向储宾学习吧。 其实,萧阳的节目还是很受欢迎的,我也经常看。 所以我觉得在社区媒体当中,萧阳应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你是从美国回来的? 在那里,新闻是不是更自由一些? 我觉得要是做个好记者,还得到那里有发挥空间。 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都认为,美国比中国好。 可是当我们出国以后才发觉,还是我们自己的祖国好。 我们的国家现在变得这么稳定和繁荣。 所以使得从国外学生过来的很多留学生变得越来越多。 居长大人,我怎么觉得你一点也不像美国回来的博士生。 倒像我们学校的见习政治辅导员。 天天。 对不起。 喂?有什么事? 主编,你怎么回事啊? 梦十言急得到处找你。 我说梦十言急得到处找你。 你要有事的话,咱们改天再聊,好吗? 喂? 不像话。 小杨五岁就开始弹钢琴。 现在弹得很有点水平。 是吗? 来,小杨弹一段。 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钢琴曲。 这个。 杨阳弹一首吧。 好。 别管她,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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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8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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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他 4 他 他 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这儿风景真不错 你的遭遇 我听说了 想开点 谢谢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是对那些 以身殉职的记者 最公正的评价 我的男朋友阿坤死了以后 我也是做好了 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你不相信我的话 我看得出你是一个 人品很好的人 如果有一天 我也被他们杀了 你可以给我做一个见证 清州是有一股 隐藏的很深的黑恶势力 他们每天都在犯罪 都在做那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别多想 没有人会伤害你的 没有 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们都不相信我说的 因为你们不知道 我想说什么 难道非要等到有一天 我横尸街头 才相信我说的话吗 不好意思 刚认识 不应该跟你说这些 没想到 你的工作 竟然有这么多的压力 是不是你的安全上 出了什么问题 需不需要 有关部门介入呢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我很愿意为你分担 甚至做些什么 谢谢 行了 你们别送了 我去送送他 正好有点事跟他谈谈 小楚啊 以后常来玩 欢迎你 再见 再见 走吧 想什么呢 我没想到 肖阳的工作 竟然有这么多的压力 是不是他遇到了什么威胁 或者是恐吓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倒没说什么 我就是觉得 他有很多心事 第一次见面 就谈了这么久 谈了这么多 说明他对你的印象不错 如果可能 你就多来陪陪他 他的现状确实让人担心 真是难为你这个做母亲的了 继母 对不起 没关系 我们的关系还算可以吧 他对我一直有点偏见 可是我还是把他当成亲生女儿 不谈这些了 小斌啊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我们一起来帮帮他 如果你觉得合适 最好你们的关系能 您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们的关系能更进一步 这有点太突然 不过 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 我爸爸的意思 对 我跟你爸爸的关系不错 我们老肖呢也很喜欢你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 其实 其实今天我们请你来 是为了相亲的 爸 这是有点突然 其实 我 我知道你现在跟一个女孩子在相处 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爸爸告诉我的 其实 他也都知道 他都跟您说了些什么 你现在是个公众人物 你的一言一行 都受到大家的关注 关于跟你相处的那女孩子 我也听到一些传闻 什么传闻 算了 还是不说的好 唐总 如果您真的关心我 您应该告诉我 我听说 她是一个三陪女 但是是比较高级的那种 还专门陪一些 有头有脸 有钱有势的人 行了您别说了 我知道了 我会妥善处理好的 这我就放心了 不过 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一下 我刚才提的问题 我等着你的回答 好 再见唐总 记者这种职业是很神圣的 在和平年代 我觉得真正的英雄 就要算是记者 有许多记者 为了及时报道 和披露事情的真相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全世界 每年都有许多记者 因公殉职 他们怎么会这么像 不仅是外表 而且气质 思维 谈吐 甚至首饰都怎么相像 你不相信我的话 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也被他们杀了 你可以给我做一个见证 小斌啊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我们一起来帮帮她 如果你觉得合适 我希望你们的关系能更进一步 糊涂啊 居然跟一个做过三陪的风尘女子 谈什么恋爱 荒唐 你告诉姚书贵 你们的行动警方已经知道了 我是谁 我是 独眼王 老徐啊 说说你的意见 大哥 这独眼王的消息可靠嘛 对方可已经说了呀 如果明天晚上不能成交的话 就取消这笔货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这笔货如果栽了 又赶在风口浪尖上 你我吃饭的饭碗恐怕都要没了 好 我就要去准备 而且要快 好的 我都累死了 芬姐 这些东西先放在你这儿 我不拿回家了好吗 为什么 我不想让楚斌老去我们家 我爸那张嘴 老是让我提心跳胆的 芬姐 我能不能约楚斌到你这儿来啊 给我们点时间好吗 行啊 谢谢 好妹妹我肚子饿死了 给我做点吃的 等一会儿啊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他来啊 我想明天吧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了 有人把现在的中国划分为十个阶层 那咱们说明哪个阶层啊 你别着急啊 这第一个阶层就是国家管理阶层 第十个阶层就是我们这些无业游民阶层 中间的阶层可多了 如果照这样算的话 那你们俩一个是第一层 一个是第十层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啊 我不管了自己弄吧 其实这有什么呢 自古以来就是女子高攀男子低曲的嘛 谁让你长得这么可爱呢 对不对 为什么好话坏话都是你一个人说的呢 哎呀 其实这爱情就是受苦 你看看你 这现在都折磨成什么样子 嗯 不过说真的啊 你可得好好把握他 这个男人是见过大世面的 各方面都太优秀了 你要抓住他的心 那可真是件难事 这漫漫爱情路 你是任重道远哪 你能不能说点别的 好 从今以后你俩的事我再也不说了 我是把你当好朋友才跟你实话实说的 不会净说好听的蒙你 自己好自为之吧 啊 祝你幸福 幸福 嗯 行了 我得做点吃的 饿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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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儿 你怎么了啊啊 哪不舒服啊 艳儿 艳儿 要不我陪你去医院吧 嗯 嗯 嗯 不要不要 那 嗯 没事我没事 我可能这两天睡得不好 太累了 来 你真的没事啊 嗯 嗯 嗯 你少说两句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行 都怪我 其实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而且他也不像一般的男人那么轻浮 你看看 这回又是你自己提起来的啊 呢 嗯 说实话 你们俩啊 现在都上了几磊了 是不是已经上到全磊了 你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装吧啊 你就在这儿跟我装吧 哎 你自己脸上可都写着呢 喂 经理啊 对 是我 什么 有一个大客户 行行行 您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我马上下去接他 哎呦 您放心吧 都包到我身上了 嗯 好 再见啊 好 唐总啊 我们经理出差去了 直到您要来 特意让我来接待您的 我女儿在这儿搞健美训练 听说不错 所以我过来看一看 好好好 这边请这边请来 我们的行体教练是学舞蹈出身的 很有水准 非常受学院的欢迎啊 对了 你女儿不就是她教的吗 还得了一个形象小姐的冠军 中午我请客 把小孟老师一块教的 您认识她 岂止是认识 我想请小孟老师做我的私人教练 龙虾三吃 要澳洲龙虾 菜胆原汁鲍鱼 脆皮乳猪 半吃就够了 哈哈 嗯 还有那个叫什么 木瓜中 雪葛中 木瓜雪葛中 要三个 这个女人吃很好啊 哈哈 其他的你再看吧 颠颠两个青菜 还有什么你们这儿的特色菜 再加两个就行了 嗯 好的 先稍等 好 喝点水 喝点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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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总啊 您可真是好福气 你那个女儿婷婷吧 是又漂亮又聪明 还招人喜欢 哈哈 你们还没见着我大女儿呢 我大女儿 叫萧阳 叫萧阳 就是咱们电视台那个主持人 是吗 萧阳就是您女儿啊 对 哎呦 我这可算是对上号了 哎 亚儿啊 这可是咱们是最有钱的人家 哎 对了 唐总啊 这萧阳年纪也不小了 这追她的人 肯定把你们家门槛都踏破了吧 哎呀 可不是 不过啊 她早就订了娃娃亲了 她那男朋友就是咱们是那个旅游局的局长 你说的是哪个旅游局的局长 瞧你说的 咱们是还有第二个旅游局啊 您是指楚市长的儿子楚斌 对呀 哎呀 瞧你这孩子 楚斌楚斌的 人家是局长 你们很熟吗 哦 那 她答应你女儿了吗 哈哈 瞧这话说的 我们两家呀 多少年前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 关键是 他们两个人 情投意合 是非常般配的一对 你说呢 可是她有女朋友了 瞎说 哎呀 她对萧阳可好了 关键是我们两家呀 一直关系非常好 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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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不是说她出差去了吗 你说话呀 你不是说她出差去了吗 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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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见面谈谈好吗 不管我是好是坏 你别总这样躲着我呀 有什么事我们当面谈清楚好吗 好吧 就在山西人家 好 我在那等你 老板 踏出门了 明白